- 重新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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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第一霞 - 我是 Kelly - 我是法 - 所以其實我有一度又很不想要來錄影 - 欸你是安玲蓉欸 - 我最近發現你是安玲蓉 - 你說體弱多病嗎? - 因為安玲蓉常覺得大家不愛她之外 - 也體弱多病 - 這是事實吧 - 我後來知道安玲蓉是雙魚座 - 她是雙魚座 - 我們不要再罵雙魚座 - 有太多雙魚座的那個 - 小哈利已經感到心碎了 - 館長也是雙魚座 - 等一下所以我是安玲蓉然後呢 - 她覺得全世界都不愛她 - 因為只要下大雨 - 因為只要有下大雨我就會覺得 - 啊那個感覺來了我要看中環轉 - 你要開始出發嗎? - 但我只要看到那集 - 我忘記66還哪一集 - 皇后娘娘 - 皇后娘娘 - 然後我只要看到那集 - 剛剛我們沒有插入音效 - 那是我 - 我早在YouTube看甄嬛 - 看一看我想說 - 好想要看安玲蓉那集 - 哪一集 - 就是早知道會有這一點 - 這樣好的天以後再也看不到了 - 喔你說她要吃苦杏仁的那一集 - 她很倔強的看著天空 - 你不要跟我真的看天空 - 我都不對準麥克風 - 她都早知道會有這一點 - 可是她那個地方是 - 是她被毒啞之後還是 - 欸沒有她沒有被毒啞 - 不是她就是 - 有啦她掃蝦之後啦 - 她嘴喝了 - 她嘴喝了一碗 - 她蠻早就掃蝦啦 - 所以她後面才會去學冰溪啊 - 冰大青菜藝林 - 欸等一下你一直阻止我們聊K-POP - 那為什麼我們聊爭蕦之後就可以花這麼多時間 - 我都可以啦 - 這根本就是你個人的喜愛好不好 - 我都很喜歡 - 欸好然後我們最近有 - 欸不是最近 - 就是昨天有放了一個問卷在 - 那個 - 限動 - 推特有嗎 - 推特也有 - 然後IG的限動之外 - 我還有把它放在IG資訊欄 - 就是有 - 現在連結可以放比較多個 - 然後我有放在那邊 - 然後我們會放到這個禮拜日的 - 二十三點五十九分以前 - 五十九秒 - 有下禮拜疫情收單 - 不要再說沒有填到 - 但是很多人都有填 - 很多人都有填 - 現在看起來已經很多了 - 然後有些人是說 - 在做生家調查嗎 - 是哈 - 我們又不是選避填 - 你可以不要回答啊 - 對啊 - 又在跟路士吵架 - 喔是可以選填的 - 對啊他都沒有避填啊 - 你不要假裝你好像沒有在意這件事情 - 不是我忘記 - 你不是在意這個檢查過 - 不是我忘記了 - 所以大家都有不想填的項目可以略過 - 已經快七百折回覆了耶 - 那有沒有那種就是他有填 - 就是他第一個是那個 - 我同意這個內容會被錄出 - 然後接下來媒體都不填 - 目前好像還沒有看到這種人 - 目前沒有 - 就純粹經過這樣 - 純粹想參與 - 留下足跡 - 可是因為現在我都還沒有做前面一些統計的東西 - 所以我 - 你該不會又要資訊整理空 - 你要做圖表耶 - 我就想說 - 因為我們有做 - 那個表單就是我還要分區塊 - 因為大家問的問題有點不太一樣 - 然後有份什麼政治類的 - 然後你日常類的 - 然後還有KPOP類的 - 還有最後一些補充說明 - 然後就想說我們可以拆開來講 - 好 - 你可以做折線圖 - 我已經有先做了一些 - 做些往下走的折線圖 - 是哪一個單位建合來做折線圖 - 忘記了 - 但是目前看下來 - 因為我先看了 - 第幾代科黑 - 大家是第幾代科黑 - 目前是第三代最多 - 我好像也是第三代 - 欸你們也才找我一年 - 你們在咪咪咪巴巴在那邊笑我的皮 - 我看那個名字 - 我看那個第幾代真的直腰頭耶 - 哈哈哈 - 喔 第零代是不是那個發報還特地 - 欸我很堅持 - 在我發布之前衝 - 補充一定要有個柯林對不對 - 因為本來LISA只有放第一代開始 - 我就說第一代她就說2015年以前 - 就是已經包含了啊 - 不是 我說你要尊重那些 - 從來沒有喜歡過柯文哲的人 - 好啦好啦 - 好啦尊重你們啦 - 那來聊柯文哲 - 昨天社宅又噴水了 - 對 昨天又 - 欸是那個什麼 - 那叫什麼手扇什麼 - 哎呦我還要看一下 - 那個名字很荒妙啊 - 斯文荒妙還是荒妙 - 首扇斯文是不是 - 它是斯文里啦 - 那個地方是斯文里 - 然後是一個都更案 - 然後當年柯文哲很驕傲 - 就是這是第一個公辦都更 - 當時新聞還有那個 - 公辦都更的意思是 - 政府介入 - 欸因為通常如果我家 - 假如我這邊要都更是建商 - 我跟建商去談 - 公辦都更就是政府有去介入說 - 你這個區域應該是吧 - 反正當時 - 土壤建築系的名聲嘛 - 我是建築系不是營造業 - 我也不是永慶房屋 - 反正就是 - 那時候是大同區的公... - 頭... - 手... - 幹再一次 - 它是 - 這個都更案是大同區的第一個公辦都更 - 也是台北第一個對不對 - 對而且屋林才一年多 - 就等於它落成然後大家搬進去住 - 落成才一年多的時間 - 現金才一年多而已 - 對所以是很新的房子 - 但大家知道它是修漏水修了多久嗎 - 也是一年多 - 哈哈哈哈 - 對它就是因為昨天下大雨 - 雨真的超暴大 - 這真的是...就是... - 路邊有一些瞬間大雨 - 那些積水那真的是難免 - 除了很多地方都淹水 - 對我覺得是難免啦 - 可是... - 問題是你一個色仔... - 因為它的雨不是噴... - 不是徐曉星爆料的那一種 - 那幾個呼拉圈圈圈起來的雨喔 - 是... - 你要解釋一下嗎 - 對你要先講 - 徐曉星那個呼拉圈圈是什麼 - 因為徐曉星最近不是一直狂打 - 就跟黃志賢... - 不是全志賢 - 跟黃志賢槓上 - 就說一直在打台南的弊案 - 說什麼黃偉哲的那個... - 他也是社宅吧 - 他去台南那個... - 那個是沙輪科技什麼去 - 就是... - 一個公共建設不是社宅 - 一個公共建設說 - 它是一個半露天的停車場 - 可能像我們去Costco或賣場那種停車場 - 對對對對然後下雨 - 然後有一些水噴進那個地上... - 等一下半露天當然會噴雨吧 - 然後他就用一堆紅圈圈把所有 - 一堆地方圈起來說 - 你看這邊漏水 - 那邊有水 那邊有水 - 那我看那個影... - 看那張照片看了好想說 - 他到底在圈三小 - 等一下... - 我們這樣子講是公運的嗎 - 就是他這樣子漏水... - 算漏水嗎 - 我真要公運 - 你請公運來 - 就是... - 因為那個停車場是辦... - 大家想像他就是一層一層停車場 - 然後他的那個外... - 他沒有牆... - 他就是柵欄 - 他是大賣場的那種... - 對 他是辦戶外的... - 就家樂福頂樓之類的那種... - 然後徐曉星拍的照片是說 - 欸 台南下了一場很大的雨... - 可是他的天花板剛夠那邊就有水流下來... - 可是因為... - 你看那個結構就會知道... - 它一定是因為它每一層都噴進太多雨... - 所以水會從那些... - 可能排水稻後什麼流下來... - 所以靠近外面的地方就會濕濕的... - 然後地上會有一些積水... - 就是... - 但不是說什麼到腳踝那種... - 就是一些積水... - 我覺得這個的確是我們可以反省說... - 這是瑕疵嗎?我的重點是... - 欸 我會覺得這個比較偏向於... - 欸 如果這個地方常會下雨的話... - 欸 如果這個地方常會下雨的話... - 我們蓋辦戶外的確會有這個問題... - 就是... - 但你不能說這是什麼大瑕疵... - 因為台北那個真的認真的在噴水... - 對 因為跟徐曉星... - 就是一直狂打這個避案比... - 那張柯文哲的社展... - 他沒有他有說是避案嗎? - 有他不是一直說什麼... - 嗯... - 投入前瞻43億... - 一個是停車場... - 然後一個他是說那個... - 沙倫那個... - 算是科技園區嘛... - 喔... - 他說什麼招商很少什麼什麼... - 綠能科技城... - 對對對... - 好 這兩件事情... - 但欸 你以為反正... - 你們看那個柯文哲那樣色彩的照片就知道... - 他那是瀑布耶... - 哈哈... - 它真的是水連洞...難怪... - 哈哈... - 又來水連洞... - 對啊... - 那個水大到不行... - 這跟那個... - 徐曉星圈的那幾張圖... - 完全... - 完全不一樣好嗎... - 因為徐曉星去... - 欸你剛剛說那個停車場也是那個科技城... - 但徐曉星罵那個時候就直接說什麼... - 欸這個花我們多少... - 多少億的預算... - 又在打錢... - 結果工程品質是這樣子... - 結果工程品質是這樣子... - 然後好... - 結果昨天台北不就是工材... - 噴水嘛... - 噴水... - 然後徐曉星... - 就是哗啦哗啦... - 然後就有... - 就有網友就take徐曉星說... - 阿曉星你怎麼沒在關心... - 他說我有... - 我有關心... - 我們已經介入了... - 已經讓通報是否修上歐... - 喔喔... - 就是... - 你對全台灣可以都是這個態度嗎... - 就是你對柯文哲任內的建設... - 你怎麼會這麼的... - 可能他有通報... - 可是問題他在社群上完全一聲不可能啊... - 我不... - 他總有有罵... - 他後來就有罵... - 他後來有發文啊... - 他貼了那個別人... - 就是那張大家傳的照片... - 然後有罵... - 然後就強調說... - 我們會好好的處理... - 我們不像是別人什麼什麼的... - 是... - 他態度差很多啦... - 所以他才會被黃志賢搶啊... - 說到徐小青... - 我有點... - 一句話都不敢坑... - 哈哈哈... - 我一直有在幫徐小青講話... - 我很公允... - 哈哈哈... - 他真的很會海巡... - 我覺得真的雙... - 雙標很... - 不是就是你這個雙標太嚴重啦... - 就台北市這麼多... - 因為... - 你今天說台南那個四十幾億... - 喔... - 台北的每一個社宅都是幾十億幾跳... - 然後... - 漏水噴屎噴尿到這樣子... - 因為很多人... - 你是有噴屎噤喔? - 有噴屎,木札色斋我家這邊.... - S.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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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噴屎.. - 你們都好激烈喔.. -他就是,我絕對有可能... - 各種顏色的大雨... - 他就是... - 我覺得有可能是這幾年為了要... - 齁... - 為了想要趕快把居住陣營色斋的東西蓋好 - 所以可能加上公部門的標案什麼... - 可能是找 내가... - 比較便宜的... - 通常是這樣子吧 ahí... - 嗯... 那個剛剛我們說的第一棟它是一直淹水 然後當年木渣色宅是牆壁有臭味 後來發生是那個石管 就是好像對 然後 那個大龍星辰也是 它的窗框跟那個牆壁是有臭味的 所以下雨天也是室內會噴水 就很多瑕疵 然後那個之前明倫國小圓山那個明倫色宅 也是蓋完之後一直在漏電漏水 我記得那時候還有一個色宅是小孩洗澡 洗到一半被電到 蛤 好危險喔 在他家裡面然後洗澡洗澡被電到 然後那個有中午時的是行善色宅 是不是 對 等一下徐小姐他現在到底是 外面可以變觀光聖地 對就是 他是立委還是什麼 他是 台北市議員 松信的議員 他全世界的事情都跟他有關係耶 我以為他不分區立委耶 他是不分區議員 那我覺得很荒謬 就是我不會批評柯文哲說你蓋色宅 你的確有蓋 但他們也是的確把錢 既有的都算算成他的 對啊 然後把中央補助的也算成他的 OK 都給你沒關係 然後他自己省的錢就說是阿伯好會省錢 對 可是你蓋的東西爛成這樣子 你每天抓著一個棒球 新竹棒球場打 可是你自己蓋的東西出問題 是啊 你們就把它變成說這只是小瑕疵 這可以維修就好 哪個不是小瑕疵 北流北溢也是可以維修的 新竹球場也是可以 欸是北流還是哪裡 那個椅子不是也超破爛的嗎 就是 對 就聽說很難坐進去 然後不是是那個椅子 很難坐進去 北溢 北溢 北溢的椅子就是 坐墊不是步驟的嗎 然後都有那種人家被貓抓破的痕跡 就可能真的有觀眾帶貓出去 對好 聽說很難坐 然後北流我記得我那時候去看演唱會第一場蘇惠倫的 不好意思我比較老一點 蘇惠倫 然後我是坐在他的二樓的座位區的最後面 然後我都發現那個三樓的天花板會遮住我的視線 就是舞台有一半以上我看不到 蛤好累喔 好爛喔 然後就因為演唱會的話 那你那邊就算視線遮壁區了耶 算遮壁區 但不影響那個歌手 但你票價有比較便宜嗎 那邊有比較便宜 就是二樓是比較便宜的 可是後來就聽人家說 好像當時規劃那邊是要做比較算劇場的那個規劃 所以就不會有那個 你不需要看到完整的燈光那些 所以就很強調的是燈光 對啊 我那時候覺得很氣 那徐曉昕有罵那個北捷冷氣的事情嗎 沒有 欸我不知道有沒有罵就是 因為我其實沒有在搭捷運 然後最近不是因為天氣太熱 然後大家都在抱怨說北捷就是 車廂也超熱然後車廂裡面超臭 那個臭根本不是冷氣問題好不好 對啊 我跟你講這兩天北捷冷氣變很冷 就是很涼但一樣很臭 就是有這個不是不能怪誰 因為台灣就是這麼熱啊 對啊 有些人就是會流汗 你在外面走一走就會流汗 對啊有些人可能從家裡面走到捷運專 他就是已經流汗了 但他們是怪什麼 他們就是怪很熱啊 他們怪說是中央有限溫令 所以北捷才只能這麼熱 你說柯文哲怪啦 缺電之類的嗎 欸柯文哲有怪嗎 柯粉 柯粉 然後柯粉不知道是柯文哲在幾年前 有要求北市府限溫要28度 28度比我的冷氣還要熱 每次我爸媽要把冷氣開28 我就覺得你在看28是開我高中開冷氣的那個溫度 就是溫度達28 我現在都開27很溫 欸27 27其實也很高 可是因為我小房間27其實就很涼了 反正 他還可以比我更高 然後經濟部就有解釋說 我們那個限溫並沒有規範捷運車廂的溫度 然後他之前有那個26 他要牽托中央的嗎 對 然後之前有那個說 希望公共場合26度的意思是 你這個室溫要26 可是如果 不是你冷氣只能設定26 因為如果我今天冷氣設26 可是我進來的人很多 可能他會變2829 對 然後經濟部的要求是 是這個意思 是說你室溫要維持 近量26 所以等於如果人很多的話 你可能冷氣就要再調更低 對我們要調更低 應該是這樣子 不是叫你冷氣定溫 是說你的室內要很穩 然後大家就一直管 因為我一直真的都覺得 文湖縣的 很熱對不對 因為他就是露天的 他在室外啦 因為他會在外面曬太陽 也會露天 他會太陽紫色 對啊 然後每一個月台 門一打開 都覺得冷氣一直流走 因為他月台是戶外的 對 如果以徐曉星的標準 文湖縣下雨天也算是有在淹水 因為文湖縣的車站是會下雨 啊露天就是這樣啊 不然咧 反正大家就一直打說 是中央限溫令 但其實後來 其實中央的限溫令 是在馬英九任內規劃的 嗯 然後還有人說是 因為台灣缺電 所以冷氣才這麼 結局冷氣才這麼不冷 對啊 實際病 因為台灣根本就沒有缺電好不好 而且不是應該要開冷一點 才比較環保嗎 嗯 為什麼 因為 請你公平解釋 對 又要剪掉 為什麼什麼都要剪掉 因為會比較 沒有剩的了 因為我前陣子那個 我記得就是 我記得我看到一個規範說 就公共工作的場合 如果你的冷 溫度太高 其實會讓大家心浮氣躁 然後會影響那個 所以我其實 因為我這兩天大家最近覺得蠻舒服 然後反正 蔣灣就是把溫度調低 我真的不敢再提到蔣灣 我怕你要說我滑過 你已經試了 你已經試了 因為每次講到蔣灣 就不僅會突顯出 柯文哲的蠢 但就事實證明是 這個溫度是可以調大 對啊 因為你要不要而已 對啊 反正不要在滑坡什麼台灣缺電 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不是單純想要攻擊民進黨 你是真的真心怕台灣缺電的話 你可以去查那個什麼 被轉容量率 就是你上網查被轉容量率 你就可以看到台灣現在的電 到底有沒有缺 欸很多人不知道 為什麼 蔡英文剛上任 台灣會有一段時間 人緣不穩定 那馬英九害的啊 對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任內就是 例如一個公司 我們要請多少人就要 我們要開除多少人 就要請多少人進來補 可是馬英九那時候變成是 我明明知道我要把這麼多的電廠 接下來會除疫 就他們會退休 可是我卻沒有完整的把它補上去 所以蔡英文上任之後 有個問題是 實際上有增加 就一加一減之後有增加 可是那增加的發電量 不足以供應我們成長的電 用電 因為用電量是一直成長的 對 而且其實不是只有家庭用電 工業用電也很重要 所以反而是蔡英文上任之後 部署了很多 增建了很多 不同的發電機種 綠能 對 然後才把它 所以這幾年才這麼穩定 而且早上 發還貼了一篇 我覺得很困難的文章 哪一篇 你說賴平渝當七年立委嗎 不是 欸那個真的好困難 我有點算不出來 所以他到底是 因為館長很火大 好 先來笑一下館長 館長就在直播說 我真的不懂 賴平渝當他要比 他要比七 什麼意思 他如果今天不比還好 他可以 他可以說他口誤 沒有他比七 他比七 他說當了七年立委 他到底做了什麼 我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因為賴平渝只當三年立委 他把他把黃國叉 當了那四年也算進去了 所以等一下第一次賴平渝出來 頭插麥克風那一次他沒當選 那一次沒有 你說2020啊 2020啊 他頭插麥克風是這麼近的事情 對對對 ok 我這邊有一個 聽眾有留言說 希望莉莎可以做一點功課 你沒有說錯 他是要扮演一個 你知道彭梗的角色 好 要幫你解釋一下 不是啊 那你們叫那個 發跟Kelly他們幫忙剪接一下 好 賴平平本來是 不敢講話 賴平平本來是林昌佐的助理 然後他後來 2020 因為他就在黃國昌的選區 決定要出來挑戰 然後他就選了立委 嗯 然後他就2020有選上 所以賴平渝一開始是 時代力量的喔 欸 沒有 不是 不算是 他就是助理啊 喔喔喔喔喔 他沒有任黨什麼黨 你小心被告喔 蛤什麼誰要告我 時代力量的人已經不多了 哈哈哈哈 重點是他說什麼賴平渝當七年立委 他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啊你不會去查喔 可是裡面有四年是黃國昌在當 等於你也不知道黃國昌他四年做了什麼囉 你是不是在打臉國昌老師 而且他們現在很愛強調 就這一派人我 我有點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哪一個粉 喜歡就這一派 這一些人 科管粉 嗯 他們很喜歡強調的是 我根本不知道 然後下一句是 我沒有查證的義務 喔對對對 他們就只會一直質疑你 然後你貼給他之後他就說 一直放話 哪來的你相信 這你也相信 給我公開資訊 會議公開會議 三加十一 三加十一 對 不是 為什麼你模仿我講話都會 特別討人厭欸 有一個很瘋的語調在裡面 他們都 他們都這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 我根本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在平行做了什麼 我根本不知道前瞻花在哪 就先否定你做了任何一些事情 對然後第二步是 呃根本沒有 我沒有查證的義務 對 然後如果你告訴他怎麼查 就是說 可是我平常沒有感受到 然後你如果再貼給他 就說笑死 笑死明明就是你想用的 你要說別人 我現在不敢用笑死 因為現在科粉超愛用笑死 OK 你不想要從柳河屋啦 我知道我這邊跟科粉說 在網路上講笑死 算是我戴齊的瘋場 哈哈 我真的很多年前就在打笑死 欸笑死真的很好用欸 我以前笑死 就原來有回我不想回的訊息 哈哈 就是比較禮貌的語言 我們等一下回去 都看他資訊 我們用在搜尋 搜尋笑死 笑死 看他回了我幾次 一百多折之類的 好啦然後我們現在要來聊那個啦 觀眾可能會不太了解的 因為有點困難的新聞 因為他早上貼的那一篇 我想說好打開我來看 然後因為我是就是 我也有看喔 就是我 我有做功課 我以前就是考試那種閱讀測驗 我只要第一段看不懂 我就會卡住 因為我就是想要從頭讀到尾那種人 然後我一打開 因為他是自有財經 財經 然後我一打開就看到 欸那你現在還會看書嗎 我會看小說 好 你不要把他搞成閱讀狀態 就那個新聞寫得很難懂 哈哈 不是啊因為他是財經新聞 然後我是 我不是 我只是在質疑 不是質疑 我一直在看短粉是不是 你只會質疑 你一直放話 不是質疑 我只是就是很困 很困惑說大家現在 到底還會不會看書 喔 就還有能力看書嗎 看紙本書 我很愛看紙本書 還愛去圖書館借書欸 喔我現在喜歡看電子書啊 比較方便 對比較方便 我喜歡翻頁的感覺 好啊然後 然後我看到那一篇文的第一段就是什麼 中信集團 什麼什麼 控股 然後什麼什麼 一堆我沒見過的人名 還有零點 什麼零點差幾趴之類的 然後什麼 聯合開發什麼什麼 天啊三小三小 等一下再一次 還有南海 對然後我第一段就 大概重讀了三四 我就放棄 然後開始往下滑 看柯文哲說了什麼 我一看柯文哲講了什麼 屁話我就大概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哈哈 反正就那個 台北雙子星啦 你已經摸透她欸 我這邊要抽考Lisa 台北雙子星必案是誰被關 蛤 好難 我不會 她還是抽考我你已經知道什麼 但我不知道啊 馬英九的心腹賴素如 蛤 你記得這件事嗎 我記得 有人也有在問台北問說 到底為什麼發可以記得這麼多事情 老實說 我不知道 我必須在這裡很誠實 跟她講 我們也很疑惑 對我也是 我真的不懂 然後她 吃的都一樣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那個賴素如當年還是 就是還跟那個林義士 就是有貪汙的林義士有一些 林義士很久沒聽到很久 嗯 然後因為雙子星是台北 就台北車站 他也在被關吧 好像是 台北雙子星就是那個 機場捷運台北站的那個地方 他是共購 只是因為 因為等不及所以要先把捷運蓋起來 我想先問問你 雙子星到底蓋好了沒 沒有啊 機場捷運台北站 你說台北車站嗎 機場捷運台北站是在北門那邊 你有看到路上會有兩個 只有一層樓的建築 好 下次我會去 你是想要雙子星 我就想要柯南那一集 你知道有些 就爆破那個 對啊就是從一棟樓 飛下去 好對 所以我們要認真討論這一起 反正這是台北一個蠻重要的開發案 就是我們要在北車蓋兩棟摩天大樓 然後當年那個 賴素如就是跟投標業者鎖匯 好像鎖匯了一千多萬 然後被送去台北女子監獄 哈哈哈哈 他被關了七年 然後就會發現這個 這個公司一直在 就發現他們 他們當時找了 就是給投標的 一些很奇怪的公司投標 然後這個就是一直至今都招不起來 我忘記現在有沒有招到 然後他在當年就是 2018年的時候 南海控股獲選為台北雙子新開發案的最優勝請人 就投標被選中 對對對 可是然後這件事情就是還是要送到那個投審會去審議嘛 因為畢竟這是國家重要的公共建設 所以那時候就是審了大概五個月 之後因為他那個投審會發現 其實南海控股 他跟中國的一個中信集團關係匪淺 因為當時說是南海控股 香港上售大家都發現這個公司是中資 就大家就立刻質疑說是中資 可是我們怎麼可能讓中資進來蓋 對因為這個是其實是跟台灣的重要國安議題 就是大型建設有關 反正就是因為柯文哲是當年台北市任府 可是柯文哲他是說什麼 如果不能蓋的話 你五天就跟我講的話就好 還要花五個月 我就是看到這句我才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說國家願景主權意識都是屁話 然後他覺得我們在搞意識心態在針對 因為那個投審會反駁回他的這個 那個投標的身形嘛 然後柯文哲就很不想說你為什麼要拖那麼久 說你五天就該告訴我你為什麼要拖五個月 我也覺得神經病 你以為所有世界都繞著你在轉嗎 對啊 你為什麼你說五天就五天 大家其他人沒有什麼事情 其他事情要忙了嗎 你以為這件事情這麼好審嗎 你行 you can you up 只會在那邊嘴 嘴巴小 然後他在那邊說什麼 我開始懷疑這些話 他真的只是對柯文哲講而已 是是是是 然後他還 因為他是說什麼 他們反駁 駁回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覺得 這個跟中國的集團 牽涉太深 容易受中國政策影響 就跟當年大家的懷疑一樣 會涉及國安的議題嗎 結果柯文仔在那邊不爽說什麼 國家願景 主權意識都是屁話 在抱怨這件事情 他真的很靠北 我想說你看他的兩岸的 意識形態 你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他根本就沒有在關心什麼 國家的主權意識 我其實有點不知道他是 笨還是壞 因為他當年就是 他當年覺得 問句喔問句 他當年覺得我們在 他在暗示我們在鎖國 影響國外投資台灣 可是我們就是一個 這麼重要的交通樞紐的 大型標案 我們本來就不能 隨便給中資進來 是啊 他根本不在乎這些 你看而且 就是資訊安全這些東西 我覺得還是要謹慎一點 而且因為今天的新聞就是 南海控股果然被傳出來 就是他們 經營不善嘛 對對對然後他們被 他們的股份被那個 中信集團收走 就是被中國 中國的國際沒收 所以你看就果然被說 對阿 當年從神會駁回是駁回的 他就是一個有問題的公司阿 是正確的 你看他今天如果沒有駁回的話 等於我們那一動作 等於是中資 然後或者是他繼續是一個 弄不完的大必案 是啊 對啊 我覺得柯文哲的任內很急著 想要做出成果 我不 我覺得這還OK 我不會覺得他不對 因為他的確當時 就是一開始是有民進黨支持嘛 然後到後來他決定自己當小大人 就是他決定脫離民進黨 民進黨也覺得你怎麼沒有在 站在我們的理想跟價值上 就是我覺得可以肯定他想要建設台北的心阿 但是內容是有 我覺得他就是會對很多事會覺得我要 趕快做出一些成果 然後你們才知道我有在努力 可是過程中就有很多我們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例如我們要給誰標案 我們要怎麼蓋設宅 我們要怎麼解決大巨蛋大家的疑慮 他變成就是歐像官把這事情處理好 男眾人他有辦法治理一個國家 或是還不信 他連台北市應該都不算有治理好嗎 對啊 你怎麼如何相信他的領導 沒有我剛剛又要分享我今天起床的那些 優國優民的 好 請說 不是因為我是一個會盡可能覺得 已經上線的政治人物 我們不能把他消失 那他要怎麼變好 他一定需要變好嗎 不然他就爛在那邊 可是柯文哲身邊好像真的沒有任何人才 他創黨至今四年了 他身邊沒有人才 因為他以前 他剛剛上台北市長的時候 人才是民進黨的人 是 那民進黨的人後來陸續離開 然後他本來後來的一些 不是民進黨 可是也是蠻不錯的幕僚 也受不了離開的 然後柯文哲現在身邊全部都是 很聽他的話的人 因為 我們之前一直在笑的有一個人 他現在去選 台中嗎的立委那是誰 然後民眾黨的 我沒在笑 我們有曾經笑過 我們笑過太多人對不起 男生還女生 女生 就是他 我有看到有一個 他的專訪 他是說 蔡壁如 可是他是選高雄嗎 還是台中 我忘記是高雄還是台中 他好像被要去選高雄 他應該是高雄 然後他還說溜嘴說 柯文哲跟他說 根本不懂高雄 對 他說柯文哲根本不懂高雄 對就是我覺得 他的心腹也真的是 漸漸開始在 發現他有不對勁嗎 還是出來背叛他 或者是 I don't know 因為民眾黨現在變成他是藝人政黨 他是一個人說了算 然後 你不能有其他的想法跟意見 然後尤其是不能針對柯文哲 對 只要柯文哲說錯什麼事情 所有人都要一勇而上的幫他說話 幫他硬拗 然後他為了要 就連他都說他有點看不懂現在民眾黨的那個選戰策略 真的沒有人看得懂 你說蔡秘如嗎 對啊 然後民眾黨為了要選舉嘛 因為我要有地方的票 我要去綁那個綁莊 他就在北周南找了一堆阿里布達 真的牛鬼射手很奇怪 牛鬼射手 技工嗎 就有人說白色力量 我昨天看到有人說白色力量會不會是起訴書的顏色 因為他們在中南部提了很多 因為他們很多人都被告阿 因為他們在中南部提了很多真的是 不管是出現在國民黨還是民眾 民進黨大家都會嚇到的人 但民眾黨都熟下去 然後變成這個黨現在只有一堆跟 我在想周中錦什麼時候加入民眾黨 欸 周中錦昨天幫 他現在是無黨嘛 他昨天幫郭台銘站台 就喊那個下架民進黨 下架國民黨 啊 郭台銘不是說什麼有中彈消息嗎 到底是什麼 什麼東西 他那時候從台灣說什麼 中彈的那個中彈 對 中彈 沒有消息 就是父親節 我剛才聽到中彈的消息 我想說你不要亂講 等下又要堪佈 沒有人中彈 沒有人中彈 但是有一個國家的總統候選人中彈 阿俄 阿瓜多 而且我們今天不是原本說什麼 要講什麼追星故事 對啊 我們今天要講追星故事 結果又罵 我覺得罵了快一個小時 追星故事 欸 我真的想不到其實 我現在好像沒有什麼追星的故事可以講 我只有覺得 你小時候沒有熱烈的追星過嗎 其實從來不算真的有過 喔 因為我昨天受到可憤的感 怎樣的追星 就是可能會去夜排阿 會去 會去 我不喜歡排隊 我連吃飯排隊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想說 沒有需要好吃到這個程度 我其實好像也沒有 我做過最瘋狂的舉動 就是為了去看演唱會 考到班上前三名 對啊 你說這是一個交換嗎 對啊 高中之類的嗎 高中啊 高中 我也有來去看Super Junior演唱會 尋回演唱會 尋回演唱會 我自己在心裡下 就是 我跟我媽講說 如果我考班牌前三名 可不可以讓我去看演唱會 我媽沒有答應 但我先當她默認 然後我就 死毒活毒 就是 死命好像考到第二名還是第三名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欸那我可以去看演唱會了嗎 因為那個演唱會門票也是我 就是平常 你知道我一天三餐的餐費 就有一百塊嗎 雖然那一百塊也是我媽給的阿 但我就自己省錢 省下來 然後買了 就是好不容易存到 大概幾千塊的那個 演唱會門票錢 我就說 我考了第幾名 我可以去看演唱會了嗎 我媽說當然不行阿 蛤 那我就說為什麼 他就說沒有為什麼 蛤 那最後有看嗎 沒有 蛤 你知道從那之後 我就是 心裡有一個東西好像死掉了 你懂那種 靈魂 掉落的感覺嗎 有種被辜負的感覺 對 我現在 好悲傷的最新故事喔 等一下 我們沒有聊這種故事欸 我的最新故事的話 應該就只有我 最近為了 應該前陣子為了BTS 然後我就買了 Croncaster 欸等一下我想講回來 所以我那時候 因為被辜負了這件事情 所以直到最近 我現在有辦法自己 用自己的錢去看他們演唱會 我那時候其實被我自己 被自己感動到 對 被我自己內心澎湃的情感而感動了 我就覺得我做到了這樣子 我不用再考田山明了 我的耳機裡面聽起來 感覺Katty在哭 但他其實沒有 他應該只是有點激動而已 換BTS 講完啦 講完了就這樣子 對 以及我很想要那個應援手燈 欸你沒買嗎 我沒有啊 為什麼你沒買 這不是必備品啊 我也是去年才迷上他們而已 趕快買趕快買 而且是在他們就是休團之後 好啦 然後你的追星故事呢 發的 我今天想聊追星池 因為我最近受到柯粉的感召 怎樣 就是覺得那個 為了一個偶像 喔你說柯文哲是他們的 為了一個偶像瘋神這樣子 加上那個小賈斯汀演唱會 哈哈哈哈 小賈只是敢罵 對啊 他沒有錯 他還有顆量 我覺得很好愛那個影片 然後我就想到就是想到 好我最愛的是寶媽的影片 寶媽說說 就是說 男生好幾年 我很快 我很快 我好喜歡那個 欸我小時候有爬過 因為以前那個台北跨年演唱會 他的 我有爬到後面 就是 經歷一些盆栽爬到後面 總之我推開窗 是五月天的休息室 蛤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一群人衝過去 再跟那個阿信揮手 那時候他們剛出道 那時候幾年前 那時候他們剛出道 大家有記得前幾集 曾經發發有講過說 什麼不要去打擾那個 沒有沒有 那個 什麼看到人家在吃飯 沒有過去把人家 但那個算是就是 但他們演出是在 出席演出場合這樣 他那個算是舞台的後面 然後那個地方是開放空間 所以變成他的安排就是大家會看得到窗戶內的 一人休息 然後他們就出來會休 但這不算瘋狂 這不只要算是年輕的時候 大家在做什麼就做什麼 可是我覺得像你剛剛講 就是你看到柯粉們在追星 其實我覺得追政治明星也是一種追星 說真的我可能追蔡英文這個星的話 可能還有比追其他星星 那你追蔡英文做過最星 你自己覺得最感動自己的事情 就是最好體力跟最 回家投票 我家住屏東 大家記得嗎 我同意你家真的很遠 我一天來回 為了他 為了要投他 天哪 我曾經在忠孝東路 就忠孝復興 為了要等蔡英文的車隊 那時候是他跟 忘記是 好像他跟賴清德 2020嗎 2020 為了他要 他的車掃從南部掃上來 對好像走回那個進總 他的競選總部 然後我就在忠孝東路 忠孝復興 給索蘭那邊拿著彩虹器 然後為了要跟他說謝謝 就謝謝 然後加油 就為了跟他幾秒 對 我等了好像一個多小時 天哪 我其實聽起來還好 一個多小時 我跟你講 因為通常車掃回台北之後 當天晚上會有另外一個活動 通常當晚都是造市場 所以等於我們是從中午一直等到 他經過 下午經過 之後我們就要想個地方 找個地方休息 因為我們晚上要再去凱到火哪裡 我覺得車掃真的非常讓人感動 我很喜歡看車掃的影片 有一次 可是那次是卸票 就有 你記得有一次 JuMe的那個影片嗎 手指愛心的 是蘇貞昌卸票的時候 他要重選新北市長 對 然後他落選 我記得好像是2018 然後他落選的時候 他還是堅持要卸完整個新北市 然後你們知道新北市是有多大 然後他說一個七十幾歲了 忘記幾歲了 反正就是一個老人 然後就是在露天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 有幾天還下大雨 他都在雨中堅持露天 就是在大雨中跟民眾卸票 然後印象就是 看那個影片是 有一個支持者 他騎著腳踏車 因為他一直很想要跟 趕上跟蘇貞昌講話 他就一直騎腳踏車 跟在那台車旁邊 然後他就一直跟蘇貞昌說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沒有讓你選上 然後蘇貞昌就一直牽著他的手 不要緊啊 不要緊 他們就一直互相對彼此道歉 因為蘇貞昌是以前的老人 在雨中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影片 我就 而且他是以前老縣長的 就是最 我還 不敢承認 他真的是 我也是前幾名敬佩的民進黨前輩 你哭什麼 他是 他是F人 我對 我對這種故事 很沒有辦法 就是F人都很共用 我小時候曾經 短暫住過新北市一段時間 那時候蘇貞昌的縣長 所以對他會有那個啦 就是他當年的確把 台北縣 當時台北縣大家都認為是一個 跟台北市比 是一個很落後的地方 等一下讓他收拾一下情緒好了 不是 我真的覺得 我一直都會抱哭 然後你們在聊天好好笑 為什麼沒有人要安慰他呢 反正以前我們都會覺得 台北縣 當時台北縣 會覺得台北縣很落後 很丟 做在裡面很丟 我覺得台北縣真的是蘇貞昌一手整理起來的 都會這樣規劃起來 然後包括一些活動 文化活動什麼什麼的 就當然我也聽到蠻多 就是好像他身邊的幕僚 就覺得他這個人非常嚴格 然後很兇 就陳希麥一樣的 就很羈斑這樣子 民進黨都會派一些很兇的人去管 就把一些地方弄起來 可是不過你是他們 就是非常有能力啊 可是你剛剛說到那個 而且他也是美麗島人權律師欸 也是當年的律師 是 我真的好敬佩他喔 我覺得你剛剛說到 Kelly說到那個卸票也是民進黨的文化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 那個畫面對我來講也是一種追行 所以我就追行這種 雙向奔赴 這是中國用語 可是我就覺得 這形容得很好 可是我真的很怕看到他那個 因為他們每次要卸票 或是要掃街堆寫那個 我們基點會到什麼路口 那我都很怕自己沒有跟上 那你就找你去等啊 對啊 你不就等過蔡英文嗎 對啊 我就覺得好可愛喔 好喜歡看這種 那你們都有去過造詩場嗎 有 我好愛造詩 因為我近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最近一次2022那個 那個選前 地方選舉前 然後最後一場 蔡英文不是去那個 陳時中 陳時中那個 北平東路那一場嗎 那我記得那天下大雨 對 大暴雨 然後所有民眾都是在台下 穿著雨衣 坐在那邊繼續看 然後蔡英文在台上超濕的 然後蔡英文就是沒穿雨衣 我第一次看到他這麼狼狽 他整個 他整個頭髮濕掉 他整個眼鏡奇霧到 我以為他是小玉 就是 不然小安子的同學 他的頭髮也是 似到不行 醜到爆炸 我唯一參加過的造詩場 其實是蔡英文的耶 唯一是哪一次 就是選總統 他有一次那個旗子是粉紅色的 那是2020 欸 2020吧 因為就是參加完那一場 我就要立刻搭夜班的客運 然後要回去 2016是綠色的 點亮台灣 對 2020是粉紅色 我記得什麼台灣要贏的旗子 然後他說可以就換 然後我就好像不知道 丟了多少錢 就是 當時對我來說是蠻大一筆錢 所以民間黨的 東山再起也有你的一筆在 我就送去總部 然後因為那次是2016是 終於看到蔡英文當選 然後在總部很開心 然後後來是2020那次 也是在總部 的那個選前之夜 然後就看著那個票數衝上去 就是衝到一個我們當 我跟你講我推薦所有就是 陸師們 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台灣的造勢場 不管你支持哪個政黨 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我覺得是部分政黨 我覺得你只要 你不管支持誰 我不確定其他政黨的好不好玩 畢竟我沒有去過 但我必須說 平均黨的造勢場非常好玩 很好玩 而且我每去必哭 對 就是因為那個 同心協力的感覺 就是要嘛就是唱歌的時候哭 要嘛就是蔡英文演講的時候哭 對 要嘛就是台下人 大家就是幹了什麼事情 一起做某一件事情的時候哭 我覺得下音樂這件事情 真的是很厲害 他是個專業對不對 對 我們會小周老師鼓鼓掌 可是講到造勢 我都想到我們 我之前一直沒有講過 因為我們今天有聊過政治氣蒙 但真的讓我覺得 我們之前都說的是議題嘛 可是真的讓我覺得我想要為政治 我的意思是政黨這個選舉 努力的是 蔡英文2012年的選舉的 敗選感言 你說最後一禮錄嗎 天啊 對對對 他說你們可以 就是那天也是下大雨 你們可以失望但是不要絕望 他說你們可以 可以哭氣但不要放棄 他說因為明天起來 太會講了 不是我今天覺得這麼想哭 是我約金來的關係嗎 有可能 有可能 然後他做一句是 他說因為明天起來 我們要像過去四年一樣努力 為了這個台灣 好不要再講下去了 可是你知道 而且你知道我最佩服他一點是什麼 他在講這些就是安慰我們的話 他自己從來不會在台上哭 他不會哭 他從來沒有在台上哭過 我好佩服他喔 因為那個時候 但是哭沒有怎樣 我們兩個不能選總統耶 我們在台上說 你們可以 冷卻嗎 但是 哭不是軟弱 然後台下的人說 不好意思啊 他就說什麼 跟那個我哭我哭一樣 他那時候是2012 我記得他 他2012選輸之後 他馬上就展開那個 全台灣的那個 卸票嗎 欸不是卸票 他2012之後選輸 他那四年其實很認真的在想 台灣到底需要的是什麼 為什麼 可是他那時候沒有公職嘛 他就是黨主席 好像是黨公職 不是沒有公職身份 然後就做了很多 檢討跟繁星 覺得我們哪些地方有缺失 就是他沒有擺LINE 也沒有開那個 開刀夜市去鬧場什麼的 開刀夜市 OK 反正造次場真的很好玩 很好玩 就是大家一起唱歌 然後一起 一起認真的聽台上的人講話 我沒有想到追星這一段 竟然只是 一開始是因為要講柯粉 看到柯粉的熱忱 欸我也有參加過柯粉的造勢 就是選前嘉年華 就大家 哪一年 大家如果沒有印象的話 陳時中去年也有一場 因為陳時中有一場 原因是因為 陳時中是民進黨的嘛 然後當時柯粉的那場 嘉年華也是因為他貝爾是民進黨 2014嗎 對2014 民進黨就是喜歡辦 比較 比較 歡樂的 歡樂一點的造勢 然後那時候 對我有去 我還有拍照 把照片鎖起來 我只記得就是那時候 我是2018年 我最後一次去柯粉的造勢是2018年 開票 開票 我是看開票 而且重點是 我是要先去看姚文哲 等一下 讓我解釋 他這個人多沒禮貌 我要先解釋 我是要去姚文哲那一場 但是你知道為什麼我沒有後來去柯粉 因為姚文哲太早就宣布敗選了 那你知道當年誰投柯粉的嗎 我 誰 不是你沒有票 我沒有票啊 你當時還支持柯粉的吧 你一直很想把我推錄一個什麼 我那時候原本想要去看姚文哲的開票 然後我去北平東路 然後結果我去的時候太晚了 他們很早就宣布敗選了 因為畢竟就是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好爭執的餘地了 然後我想說他好無聊 那我就去 走去柯粉的那邊看 我記得那時候他們搬在四四南村那邊 然後信義訊 對 然後你記得 因為那年他跟那個公投綁在一起 所以投票投非常久 他邊 他欠丁守忠一個台北市長的那一年 他邊開邊投啦 我覺得那真的是有爭議的 然後那年就是開票也是開到非常晚 我記得開到凌晨兩三點還三四點吧 其實如果照規定 就是其實如果沒有這些爭議的話 其實我猜2018的市長是丁守忠 台北的未來是你守忠 因為就是他後來先開始開那個市長票 對 可是就是地方選舉的票 然後大家發現柯文哲的票衝上去 因為大家那時候其實就有一點堵攔 柯文哲覺得你過去四年 你後來變得太多 可是後來大家又嚇到 那時候已經有一群柯黑在蠢蠢欲鬥了 但大家內心還是知道 有一個良知是不能讓國民黨當選 所以後來有 就是有氣飽的效益 因為他們其實只差幾千票 對 很小 很小 這個雖然非常少 好 反正那時候 那時候我去那場開票職業 因為那時候開票開太久 台上已經不知道要幹嘛才能撐場面 然後我記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因為那年剛好也是同婚的工程 然後他們 就是同婚的票開得非常差 我記得不同一票高達七成 我那時候就是內心其實非常的悲痛 我就一直在 就是路邊一直在痛哭 然後結果他們在台上 我忘記一直找謝和弦 在那邊給我大唱彩虹 我就超氣 我都有什麼好慶祝的 我已經同婚輸成這樣 為什麼他們會選彩虹這首歌 可能覺得比較溫馨吧 然後我覺得好氣喔 而且重點是我更氣的一點是 因為他們通常開票職業主持人 在台上都會喊 就是比如說某某某幾票 某某某幾票 就是喊一下目前開票的票數 然後台上的人 他們喊到柯文哲跟那時候丁手忠 然後他們喊到姚文哲的時候 台下都在須姚文哲 而不是須丁手忠欸 好爛 那時候現在的柯布林已經成型 欸當年真的好可怕 因為當年就是韓國瑜選上高雄市場面 然後我那時候我就 我就雙手插胸前 我說為什麼他們在須姚瑶 我覺得你去頂手忠就算了 你須什麼姚文哲啊 2018年開票日的那天 是我第一次看過 紅樓沒有笑聲的一年 就是 就是因為那年我們約 就是那年公投結束之後 大家馬上 又來了又來了 可是在這一集你們兩個自己好不好 你們兩個自己振作 沒有辦法了 那個時候同志諮詢熱線 我馬上 馬上宣告說 宣布說我們現在約在那個 228公園有一個廣場 如果你覺得今天很 你很不開心你需要有人陪 你可以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是沒有去 我是直接去 因為我想去喝酒 然後就發現那邊 就是紅樓整個那個 氣氛很不對勁 然後大家電視 因為紅樓是一個 會轉播球賽的地方 他們也在播開票 電視在播開票 然後大家都很安靜 就大家都不講話 可是就是 經歷了公投之後 我才真的覺得台灣同志運動很可愛 就是大家沒有怪東怪西 沒有覺得 即使遭受了社會 這麼巨大的惡意 大家還是覺得反同很靠背 但沒有去覺得說 你憑什麼 你們為什麼這麼擊敗什麼 大家只覺得 那我們下一步要怎麼做 後來民進黨 這真的是雖然失望 但沒有絕望 後來民進黨就提說 那我們只要配合提供專法 但我們專法名字要取得好聽 我們用四字來取 然後大部分的同志 我覺得那個名字 真的是取得非常有技巧 很厲害 怎麼說 他就變成是那個 四字第七四八號 解釋文施行法 那厲害的點是很難念嗎 沒有厲害的點是 他讓大家滿意了 對 因為他如果今天取什麼 同婚專法什麼 一定會有一些爭議 他避開這個 就是特殊名詞 然後大部分的同志也知道 就是雖然 修名法是未盡之事 但就是 目前現在就這樣可以接受 對 找到最好的平衡點 台灣還可以討論這些事情 中國沒有辦法 對中國 中國連彩虹的東西都要收起來 好誇張喔 我記得是先 我忘記是張惠妹 還是蔡依林 就是先在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也是一個 比較保守的地方 他們其實應該也是 反紅的 然後新加坡他們的 我看到我朋友去 他們是偷爬彩虹旗 藏在神衣服裡面 你說 新加坡藏的張惠妹嗎 還是蔡依林 他說他不記得 我忘記是哪一個 反正就這兩個其中一個 他們是偷藏 因為之前張惠妹也常常 有一個橋段是 一定會有彩虹 就在小巨蛋拉出去 對 然後有被新加坡制止過 對 然後有被新加坡制止過 所以那時候他們 新加坡的歌迷就覺得 那我們要藏起來 就是他們的文化 就是我們要等那首歌的時候 才拿出來 然後新加坡他們有成功拿 可是有人拿出來 就被那個 第一排的公眾人員 打下來說 這個不可以 不可以帶 然後中國是 張惠妹也點唱會 連 我是看到那個 微博上的截圖 就是有人穿一件 就是根本就不是彩虹 他只是 有彩色的條紋而已 的連身群 他就被攔住說 你不符合 我們演唱會的著裝規範 而且 那個代表同志的彩虹 其實是六色 不是七色 對 他那個 我大概才三色 他就是一個 彩色編織服 他那是只要有 他怎樣 他要脫光走進去嗎 沒有 他很荒謬 是他們有可以給你換的衣服 蛤 他們會要求你去換 天啊 這真的好共產黨 對 要求你換上 你這樣好像黑色還是什麼的衣服 然後就你才可以進去 然後就 欸我有點不太懂為什麼會 罵綠營的支持者會罵綠共 就是這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 因為我說我們一言堂 他們覺得你不 不接受其他聲音 我覺得是他們不接受別人有其他意見 然後只要你在反駁他們 他們覺得你是共產黨 哦哦哦好 好 你剛才要講完 我剛剛講了什麼 演唱會 演唱會啦 我說 微博上有很多那個中國人就是 在分享他們的那個 失 入場失敗的 傳達 就是 我是為什麼失敗 被強迫要換衣服 所以有人就收出那個 我是這件衣服 或是我是這個 上面有彩虹 然後有時候我是襪子 然後或是什麼 我是什麼 就是各種 對然後都失敗 欸可是最近各種就是 在演唱會上面表態的 事情很多 地圖還有像那個馬來西亞 有一個樂團 英國樂團吧 然後去那邊 接吻的 對接吻的 但是這個就有一點點複雜 因為這個跟他們當地的法律 還有他們當地一些LGBT 哦馬來西亞非常保守 對 就是有些韓團 比如說舞台上有些橋段會 脫衣服或什麼的 去馬來西亞全部都要加一件內搭 嗯 他們不能看見任何皮膚色 我真的真的鼓勵 我今天的呼籲是 對亞洲所有聽眾 好 就是想要看好 對 我今天呼籲比較大 欸可是我現在坐在我們第二個 最高收聽量的地區 是美國 哦是美國 哦 好然後呼籲 可能有些台獨大佬 流亡在外的台獨大佬 會聽我們節目 來全亞洲的入吃聽好了哦 我真的覺得如果你要看好看的演唱會 或者你要看那個精彩的造勢 歡迎來台灣 哦真的 因為我們的文化是最 台灣人真的很有活力 然後我們的文化是最不會care 很自由 你要揮彩虹旗你要幹嘛 你要揮所有棋 對 你要翻牌子 我想難聽一點 有人在路上穿納粹服 都沒有被怎樣 哈哈哈哈 就是何況是 這麼錯的事我們都可以覺得 好算了就是他錯了 我們都不會去弄死他 就是 何況是多元的文化 可是不能在小巨蛋跳 不要害羞 哦小巨蛋不能跳 因為理想會打電話會下跪 沒有我們有高雄 我們高雄有試運跟高雄巨蛋 嗯 就是台灣的演唱 我覺得台灣的文化真的很 其實不管 你要說支持誰 我常常有時候就是選舉前 我覺得有時候會很焦慮 會很不爽 可是就是在很多生活中的小細節 或是一些去演唱會 我有時候心裡都還是覺得 唉台灣人真的是很可愛 而且其實 這句話可能有點不動聽 但我覺得不管是哪一個政黨支持者 其實回歸在生活面上 大家的價值很什麼 其實都是台灣 台灣這塊土地生出來的 你剛才講動聽 我差點以為你要唱什麼 不動聽 就沒那麼好聽 今天要唱哪一首 今天要唱哪一首 我覺得因為大家的 其實回歸到 大家的 基本價值 我們都是台灣人 對都是想要台灣 然後其實都是接受 接受這個社會 慢慢進步的成果 然後大家都不會對於什麼 同志 然後女女 的確有少部分很靠背 但對於大部分的是 像言論自由啊 還有很多文化 大家都是很接受的 對 我還有時間分享一個 可以啊你有啊 我有一個澳洲 不知道他有沒有在聽我們節目 一個澳洲朋友 他就是我曾經分享過的 以前跟我很好阿的 生男朋友 我記得我記得 你說那個女生 對 他出國之後的台派價值 快比我還高 然後我前天跟他吃飯 他都在講說他回台灣 覺得台灣人好暖 因為他在澳洲待太久 他已經忘記台灣人有多暖 他說他在 某一天在路邊 搭計程車前 看到有那個 刑起的伯伯 嗯 他就想說他 剛好有錢 他就也是 放了一百塊給他 這故事不是我 對 然後他說 為什麼他一直直覺回收 利用這個故事 他就 他好像就放了一百塊之後 他的車剛好來了 然後他就上車 然後後來下車好像是 一百一百七啊一百八吧 然後司機就說 你夠一百就好 哦 就當作那個 給那個伯伯的錢 對他就問說為什麼 然後司機就說 沒有因為我剛剛看到 你有給那個伯伯 錢 他說他覺得沒關係 那你給我一百就好 可是其實我覺得 常常很拉扯的是 我當然覺得 台灣人這一些 行為 就很可愛 有時候我會被溫暖到 但是我有時候 也會覺得大家好多管閒事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 就是有一些 等一下 我不是說這個故事 我懂 但我懂你說的 你接在這個後面 我懂你說的 我不是 只有讓人覺得你 既愛哭 心長又冷血 因為我們出國玩 不是 我不是要講這個故事怎樣 是因為就是有點像是 你知道在公園什麼 阿公阿嬤 就是會說什麼小孩子 都跟你講幾句 對小孩子怎麼 怎麼穿這麼少啊 或是 那就是關心 是關心但是 有時候又會覺得負擔很適合 稍嫌多關係 用我們先一天來想到 我就是 剛剛那個 謝謝計程車司機 計程車司機做得很好 我是很激少 大家在你的路邊 在發生什麼都觀察下來 哈哈 我們如果出國 如果找不到路 我們期待的是 希望能遇到一個 願意停下來 聽我們講話的人 可是大部分像日本 會假裝聽不懂 他們真的 欸 可能 或許又不是假裝是真的聽不懂 就是他聽不懂英文 或者是他不想幫你 或是 不是說冷漠 就是比較少人會停下來 然後當然如果我們在國外 遇到一個願意跟你講怎麼走的 我們會很高興 他人會帶你去 哈哈 他人會跟你說 你跟我來 來來來來我帶你去 我今天在台北車站 看到H1 碰到三個日本人 要去台大醫院站 然後我覺得很難解釋 因為我覺得那段路有點遠 你說以你的日文程度 沒有辦法解釋的那一種 還是說 以本是中文也講不出來 我當時的確忘記右轉直走 要怎麼講 對 反正我就帶他們去啦 我就跟他說 我就騙他們說我剛好去那個地方 還是你們跟在我後面 噢 OK 但我其實沒有要去 我其實本來要帶台北車站 讓大家直接運回家 噢 然後我就帶他們走過去 然後有時候大家 我們是不是真的很多管閒事啊 哈哈哈哈 然後因為我在 因為我在台北車站那個 我想是的 我想是的 我在XX運動 然後那洞有很多那個 觀光客會住的飯店 台灣人超愛說 你要去擠頭 你就幫你按電梯 對要幫忙按電梯 台灣人真的好有禮貌喔 你說的沒錯 我們真的在侵犯別人的生活 可是我前陣子有看到一個 我很喜歡的KOL 他有在限動討論 誰 可以說是誰嗎 香菜 初烈的厭世香菜 這要剪掉嗎 不用吧 不用嗎 他不是公開的人嗎 喔對 反正我就是看到他的限動在討論說 因為他有一天在捷運上面 他遇到 他發現有一個女生 在捷運上面 就低著頭 然後 他就想說 他在哭嗎 對他就發現他在爆哭 然後他就想說 可是要怎麼辦呢 就是到底大家是 要安慰他還是怎麼樣 對對對 大家到底是想要收到衛生紙 還是想要怎樣 反正他就是 想要一個人靜一靜 喔怕打擾 對對對他就開了兩個選項 就是說什麼 你說要開給那女的兩個選項 我好像限動投票啦 限動投票 他這麼說我現在給你兩個選擇 哈哈 你要哪一個 哈哈 你是想要一個人靜一靜 還是你想要我給你衛生紙 神經病 你在那邊按下車鈴 不是但因為他很明顯看起來 好像是可能身上沒有衛生紙 他就是說那 大家會希望想要收到衛生紙之後 有那個人站在你旁邊陪你一段路 還是說下一站下車之類的 或是擋住你什麼的 對對對 但是我發現 我後來發現那個投票 因為我有投 然後我發現是說 下一站下車的人比較多 就是我覺得大家其實很貼心 都已經開始 留給你自己空間 對對對 嗯 嗯 那如果是你在捷運上爆哭 你希望別人怎麼對你 他應該是屬於靜一靜的 他 因為他 你可能給他衛生紙他會火大 哈哈哈哈 這被點燃了什麼 什麼東西嗎 你們有沒有發生過 在捷運上為了要讓座 然後假裝自己要下車 你知道我這件事嗎 我人沒有那麼好 就是 可是我會移動到別的車廂 因為我不想要站在他面前給他壓力 因為有時候遇到一些人 他可能沒有想 沒有想跟你要 坐位 可是他看起來需要坐位 我懂我懂我懂 他們會說 沒關係我兩站而已 我想幹你兩站 然後我就說 我一站而已 我根本 我一定要比你更少 然後我會下車 然後再趕快跑去別的車廂進去 哦 就是不要讓對方難堪 反正你就直接站起來說 沒關係沒關係 我就會直接走到別的車廂 他就會 他也沒辦法拒絕我 他就只能坐下 等一下這個話有點聊不完 但是我想要問你們 希望有博愛座嗎 嗯 我覺得不要 其實博愛座的目的是優先座 對 你們有發現博愛座 不管是高鐵公車或是捷運 他都設在門旁邊 他的意思是因為 行動不便的人 他不能走那麼長的路去公車的後面 他不適合走到裡面 他可以馬上一進來就坐下 他需要比較方便的地方上下車 所以我覺得博愛座 他的意義是正確的 就是他的確是一個優先座 可是我覺得大家都搞錯 做博愛座的用法 他不是只有老人可以做 也不是只有誰可以 就是其實如果你車廂沒人 或是不擁擠的時候 都可以做 所有人都可以做博愛座 然後如果你今天真的很不舒服 你也可以做 而且因為很多人 是有一些隱形需求 對 你可能看不出來說 他說你在肚子痛 他已經塞在滾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普遍會讓座 如果今天真的不讓他 就是他就是 不管他什麼原因 他可能今天很不爽 他分手 他遊戲沒打過 他考試 他棉花的看演唱會 還是考不好 啊你是我 他可能當下那個賭籃 或不舒服的心情 我覺得就給他做 好 一定會有人讓的 呃一個小時了 一個小時了 欸我想要問女生一個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 北極的椅子上很多月經血嘛 哦我知道 真的假的 就是有些女生 月經會外露 然後就會沾到椅子上 我沒有看 就是會一塊一塊一塊 我有看過 沒有不是很貪 一大貪血 但就是一小點一小點 然後你想要問什麼 沒有我想要問的是女生 因為你們剛剛講到那個哭的事 我想問的是女生如果 因為像如果像我發現 被看到前面的女生月經你寫露出來 你會怎麼提醒他 對啊因為像男生我會覺得 如果我去問他 要不要有什麼衛生紙 會他會不會覺得很丟 不好意思什麼的 哦你說男生是不是不應該開口去講 對但欸但我 我跟你講我會偷擦 因為我住在木柵 然後我在 我在終點站 所以那個送回終點站的車子 會再轉回來變成 起點站要出發 所以我搭上捷運 我不會解釋 我不會解釋 好好喜歡 我搭上捷運的時候是一個 就是沒有人的車子 然後我看到月經鞋 會趕快趁沒有人來的時候 把他擦掉 天啊 你要去應徵占務人員 看你很喜歡打掃車廂欸 所以我還是不懂 他的問題是如果 我今天是男生 我該不該去提醒一個月經鞋 就是沾到褲子或裙子的女生 他可能會需要幫助 我覺得女生通常會去提醒女生 但他的問題是男生 該不該去提醒 男生好像不適合 不會欸我覺得還 我自己覺得還好啦 就是我會覺得想要被講 因為我很愛面子 要是有一個月經鞋一直彈在外面的話 然後誰都不跟我講 我也是會覺得很丟臉的 他每次看到都覺得很 覺得很女生很可 就是有月經還麻煩 我覺得不管男生女生都可以去提醒 只是看你提醒你的講法是什麼 就是你還是要 你不能就是 比如說 欸你流血 欸你流血 欸我記得前陣子有人在討論說 就是有一些女生就會說 喔他今天有點不舒服 就例如可能我說 喔我今天身體痛 然後男生就會跟他說 那你就多喝溫水啊 吃點巧克力之類的 這是鐵 但這算貼心嗎 這不算 我覺得你不如閉嘴 對 對就是不如閉嘴 因為我是gay會直接說 你月經來喔 gay沒有侵犯 但也沒有要關心 就只會說你月經來喔 他只講嘴而已 OK 對然後我有一個gay朋友就問我說 那所以 到底應該怎麼做 對 怎樣會比較舒服 我覺得就是問說 那你需不需要止痛藥 喔止痛藥是有 對我覺得要問止痛藥 止痛藥是有用的是不是 對 而且我覺得大家不要再對止痛藥 有一個迷思說 我會成癮 會有抗藥性或什麼的 不會 其實 其實止痛藥你 假設你是月經來的時候 才會吃的話 你一個月吃那幾個 你根本不會上癮 對 可是也不是每一種止痛藥 都對身體痛有用的 就是有分 哪一些也有啊 哪一些也有啊 喔你說要看自己的習慣 嗯 藥的成分不同 針對的那個經痛的也不一樣 就是建議男生可以講這句啊 對 那你覺得男生隨身或是是有帶衛生棉這些是暖身的事嗎 如果他是單身的話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哈哈哈哈 所以要有一個前提在 請問你的前提是什麼 前提是他 前提是他很會流汗 所以他會帶吸汗 他自己反而還性別友善 對 對前提是什麼 對前提是什麼 或是他就覺得他可能會遇到女生 如果他 這樣我會覺得消嫌有一點怪 很詭異對不對 那如果是gay就還好吧 gay的話我會覺得還有別的用處 因為我之前有把我家多的衛生棉 我之前有把我家多的那個 忘記棉條還衛生棉什麼 就帶在身上 然後我就覺得 你只是客家不想浪費而已 不是那個就是沒有在用的 然後我就想說 你姊姊不用嗎 他好像用別的產品 就是他舊的不想要用 然後我想說 就可能棉條 月亮杯 對我想說我可以拿給朋友 但我忘記他就一直在我包包裡 然後後來好像拿出來擦水 是以為是 因為為什麼很吸水啊 還什麼的 對 你看我就說到 gay會拿來做別的事情 好啊 今天操作就先這樣子 謝謝大家啦 掰掰 你今天沒有呼籲事情 有了你剛剛不是呼籲 全亞洲的聽眾了嗎 好 是不是錄太長就會忘記自己講過什麼 好啦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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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重新錄一段的記得到 IG YG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搜尋重新錄一段追蹤併 還有限動Pag我們喔